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节课我们将学习勾编的基本技法 起针 短针 加针 减针的操作 勾针编织的花样比较自由 从头到尾 仅只需要一支勾针与一根线 就可勾出许多漂亮的衣服和可爱的小物件 对初学者而言 要想学好勾针编织 首先要学会最基本的勾针针法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四种基本勾针针法 希望同学能够掌握基本编织技巧 发挥自己的创意 勾出自己喜欢的物件 所针起针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锁针起针 用到的是五谷的牛奶棉线 三毫米的勾针 接下来我们来锁针起针 起针的时候将线长的一端放在你的左手边 然后用左手的小拇指绕线 用线头绕过左手的食指 大拇指和中指将线捏紧 然后用勾针从线的下方去绕 转一个圈形成一个线环 然后我们用勾针去勾线 将线拉过线环 将线环抽紧 这样这个锁针起针就完成了 环形起针 接着我们来做第二种起针的方法 是环形起针 将线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上绕两圈 将线圈从食指和中指上取下 然后绕在小指上 食指挑线 中指和大拇指将刚才的这个线圈捏住 接下来我们用勾针穿过这个线圈 将线勾过来 然后再去挂线拉出 这个就是环形起针 然后一般我们起针的时候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来确定起针的针数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起六个短针 六个短针勾完以后 将线抽紧 抽的时候有两圈 我们先把内侧的这圈抽紧 再去抽外侧的那圈 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圆 将线头绕到线的后面 依然是小指绕线 左手食指挑线 找到开头的第一针 勾针穿入针目 把线拉过所有线圈 形成一个引拔针 这样的话我们再勾一个锁针 做起立针 这样环形起针就结束了 短针 短针的勾之方法 用锁针起针的方法来勾短针 小拇指绕线 食指挑线 大拇指中指捏住 勾针从线下绕圈 勾针挂线 拉出线圈 形成一个锁针 然后我们再勾八个锁针 然后我们再勾八个锁针 接下来我们勾第二行短针 先勾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然后在第二个锁针上 勾针穿过 拉线 在勾针上形成两个线圈 然后勾针挂线 拉过两个线圈 这就是一个短针 再做一遍 勾针穿过第二个针目 然后拉线 勾针挂线 同时穿过两个线圈 这就形成了八个短针 这就形成了八个短针 短针加针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短针的加针 我们现在做的是 两针加一针 先勾一个锁针作起立针 这个花片拿在左手边 然后从第一个针目入针 勾线 勾一个短针 然后在第二个针目入针 挂线穿过 我们是每两针增加一针 我们在第二个针目这里 勾两个短针 这样的话就是 每两针加一针 下面这个就继续 勾一个短针 下一个针目 加一针 这样就是 每两针加一针 这就是短针的加针 短针减针 那我们来看一下短针的减针 我们将花片翻转 勾一个锁针 做起立针 然后在第一个针目 勾一个短针 未完成针 短针的未完成针 不要把这个线 穿过两个线环 这样的话 我们也是每两针 然后减一针 在第二个针目 勾一个短针 未完成针 这样就有三个线环 同时在勾针上 然后勾针拉线 同时穿过三个线环 这样就将两针 并为一针 这就减掉了一针 勾一个短针 未完成针 再一个是短针的 未完成针 三个线圈同时拉线 绕过三个线圈 这样的话就两针 并一针 完成短针减针 这样短针减针就完成了 三个线圈 三个线圈 六针 八十三 五针 七一